今天有中国同胞打电话问使馆 听说咱们大使已经跑了 不在基辅了 请问这是真的吗 所以今天我就专门的和大家视频见个面 让你们亲眼看到中国大使还在基辅 还在与广大的同胞们共同面对当前在段特殊困难的时期 并且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 中国大使永远不可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 先顾自己的安危 这不是中国大使的风格 更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风格 首先我得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 当前乌克兰安全形势却是困难 且每天还在出现新的情况 这几天我们与大家一样 不断地听到警报声 爆炸声 枪爆声 一次次地躲进地下室 这样的场景 过去我们只在电影中看过 估计还很少有人亲身经历过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估计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 目前乌俄交战双方 激烈较量还在持续 还会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 一些当地的民众 面对国家目前遭遇的这种危难的局面 会焦急冲动 会对他人的反应更加的敏感 可能比平时更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 因此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确实很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面对这些危险和挑战 说实话 谁都有点害怕和担心 我们使馆的外交官 也是与大家一样 作为大使 我让我的同志们 不要太过分的担心 要严格的遵守 各项安全防范规定 一切以自身的安全为首要 尽量待在家中 不要外出 听到警报声 尽量到最近的避难所 躲避 不要在窗户附近停留 尽量不要开着亮灯 也不要与当地人员 发生争执 更不要出于好奇心 拍这拍那 尤其是要远离 尤其是要远离所有 与军事有关的人和设施 要严格遵守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 和做出的有关规定 宵禁期间 千万不要外出 等等 总之 既然是安全高危时期 对自己的安全防范要求 当然就要更特殊和更严格一些 上书这些个不要 我也想留给咱们在屋的所有中国同好 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谁遵守得好 谁就会更加的安全 希望人人都岁月静好 平安无事 党和政府始终挂念着同胞们的安全 这几天 我接到的国内指示最多的 就是祝福 要保护好咱们自己的同胞 我们每日每夜 加班加点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大家的安危 所以我请大家放心 并且要有信心 中国使馆绝不会 致大家的安危于不顾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人民 现在民众有了困难 怎么可能看都不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宣明特色和优势 我知道 当前很多人都想回国 确实 当今天下 放眼全球 只有中国最安全 只有家里最温暖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的是 只要安全条件具备 大家的安全有保障 我们就会做出适当的安排 但总得条件够了才行啊 我们测 本来就是为了安全 如果途中遭遇到危险 这就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 相信这个道理 大家都明白 要走 要走就必须安全的走 这一定是所有人的期望 是你们的亲人们 最盼望的事情 但是 目前的安全条件 确实还不是 十分的具备 大家想想 空中不时有导弹 地上不时有爆炸和枪炮 两军之间正在进行交战 宵禁令一个接着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确保安全 真要在这种情况下 茫然走 你们的家人 又怎么可能不牵肠挂肚 所以 我们一定要等安全条件具备了 再走 这样大家都踏实 但我们的等待 不是被动的 哪个地方具备条件 哪种方式 最为安全 我们就会去做 当前这种时候 大家一定要发扬中华民族 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的光荣传统 有能力的 经验多的 多去帮助那些 遇到困难的同胞 尤其是我们的 留学生们 大家一定要组织起来 抱团取卵 发挥团队的力量 当前 商店营业 不正常 一些同胞 可能遇到 生活上的困难 大家要互帮互助 前段时间 储备多的 买得多的 分点给那些 需要的同胞 只要每人 都伸出一把手 这个世界 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当前 中国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 都要团结 和强大 咱们中国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展现出这种 精气神 目前 乌克兰人民 很困难 也很难受 这种心情 换了任何一个国家 都一样 我们要理解 他们的这种心情 不能刺激他们 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人民 一向具备的友好 和理性 中国对乌的政策 一向是友好的 我们尊重乌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望乌保持和平稳定 希望通过政治谈判 解决当前的危机 祖国就在身后 使馆就在身边 这句话 是真的 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 共同努力 战胜目前 暂时的困难 同胞们 加油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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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